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顯示出來的那一些中文字 假如說我不要是亂碼的話 那做法其實我在那個 就是第 第12個單元裡面的第20頁 簡易是最下面這邊有一個相關步驟 不過其實導遊有點困難 就是說其實主要要改一下什麼 改一下它的那個 就是它的Family的那個FoneFamily 就是說要把它的這個字型部分 改成我們內建的 所以其實步驟還有一點麻煩 我們要做這個設定 要變更一下 細節部分這個 我有在最底下這邊有放 你們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怎麼做 第一個 當然你要先怎麼樣 可以先找到什麼 C碟底下的那個Windows 然後Windows裡面如果放字型的那個資料夾是在那個什麼 那個Fone的一個字型 Fone的字型 有沒有這個資料夾裡面的話基本上就是放 所有電腦裡面包含有中文有英文 其中的話有中文的字型 它是放在像微軟正黑體 或者像標凱體 這邊也有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把這個字型怎麼樣 把它拿來用的話 你可以複製 再把它貼到那個 這個 它的PriLab底下 然後指定一下 步驟大概上面有 也許可以試試看 如果把那個 Run碼變成不要是Run碼 要是不是怎麼做 細節我們待會再來看好了 我們先把剛剛的那個部分 如果會試的部分先講完 待會我們再來了解一下怎麼做 剛剛主要就是會試裡面當然就是 加上那個主標題、副標題這些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把它變更為長條圖 那長條圖要怎麼變更 其實也很簡單 首先第一個 我們Plt這個物件後面的話 剛剛本來是用Price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點Bar就可以了 OK 點Bar的話 特別另外還要再多加一個Vis 寬度是多少 如果你這兩個有加的話 那它跑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我們看到的 像這邊 剛剛是本來是用Price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第一個 把它改成點什麼 點Bar OKBar的話就是這個長條圖 那另外的話 第二個你必須要給第二個參數 參數部分的話就是加一個Vis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加一個Vis 等於多少 給它一個數 等於1好了 斗點 OK 一定要加這個參數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參數的話 那它也會出現問題 OK 好 那兩個 那第二個我看 如果一個是 折線圖 一個是長條圖 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跑出來會不會OK呢 看一下 OK 你會發現 這時候有沒有 就一個複合圖出現了 一個你可以發現 那個Mail男生的話是長條圖 女生的話是折線圖 但如果說你假設兩個都要變成這個長條圖的話 那很簡單吧 你就再把什麼 再把底下這個 一樣把它改成Bar 點Bar 然後呢 一樣就是再加一個Vis Vis這個參數把它加到這個後面 這樣子就大功告 至於那個Vis就是它那個長條圖的寬度應該多少 OK 它1好了 或者0-8 它會7點 OK 那顏色的話也就紅色 我執行一下 OK 你會發現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像這樣子 一個紅的 一個綠的 只是說你會發現 奇怪 有個地方好像重疊到了 哪個地方重疊到了 這個地方有沒有 為什麼重疊到 你會發現 主要重疊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應該 折線圖剛剛看不出來 可是呢 如果你是長條圖的話 主要是AXO的部分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哪個地方 會有重疊的現象 主要是什麼 最後一個 因為它是這樣一直過去 2 6 8 11 一直到16 這個的話 15 這個都沒有重複對不對 可是有個16是重複的 所以如果你要讓它不重複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值 讓它往右邊 移動一個就好了嘛 所以哦 如果你假設 應該是紅色向右吧 有沒有 所以你就想 把這個紅色的這個串列 AXO的部分 改成17就好 就是不要讓它 在同一個位置 不然的話 你一直行 他們就 等於是位置都一樣 有沒有 這個地方 你其實可以變更一下 有沒有 把這個地方 原來重疊的 把它 再 向右 移動一下 這樣就大功告成 OK 男生 女生 長條圖 或者你 也可以複合圖 就是一個折線圖 然後一個是長條圖 對不對 也有蠻多的 有沒有 OK 那 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說要最後再做一個 長條圖 長條圖 之外 底下的話呢 假設要畫出一個所謂的圓餅圖 這個圓餅圖 其實主要就是表現什麼 表現比例的多寡 有沒有 比如說 在一個家庭嘛 男生跟女生的這個 這個什麼 零用金的支出 男生是占這麼多 一小塊 女生的話好像比較多一點 不過女生常說 我們需要製妝費 需要化妝品 男生都不需要嘛 男生還需要什麼 男生如果不抽菸、不喝酒 然後 沒有不良的嗜好 其實好像也花不了多少錢 對不對 OK 所以其實 對 也有道理 像我們家也是一樣 其實我也是蠻少花錢的 OK 然後大部分 那我太太其實也不太怎麼花錢 不過我說 你就 你想買就盡量買吧 OK 好 不是重點 那盡量就是說 不是重點 就是說如果將來盡量就知道 假如買東西就不用看價錢的話 那是最好的 對不對 什麼時候可以不用看價錢 就是當你如果 對不對 口袋夠深的話 其實就不用看價錢了 OK 不過前提是要收入要夠豐 夠支出啦 OK 所以怎麼樣 開圓跟節流啦 OK 然後還有你的慾望 好 不是重點 重點在這裡 怎麼樣做那個比例分配 那怎麼畫一個圓柄圖 特別是要 那圓柄圖的結構又跟剛剛的不一樣 圓柄圖有圓柄圖比較特殊部分 因為它的假設 你要做分配的話 它一整個圓就是百分之一百 那你要怎麼去區分 所以我們在這個串列裡面 五千就是男生一個月的零用金 八千就是女生的零用金 那它把它相加 當成是百分之一百 來做分配 另外底下的話有一個 就是要不要炸開 有沒有炸開我先不要把它炸開 那裡面還有一個Label Label 的話一定也是兩個 然後Color 顏色 另外的話呢 最後的話 就會多一個 這個參數如果不給的話 假設不給 OK 然後一樣會有個Legend 就是要不要畫那個圖裡 那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我把它執行 那不行 它一定 它有一個是 一個詞一定要是什麼 Float Type L 那這個一定要以址 這個詞一定不能不給 以址就炸開 那我把它這個打開一下 那所謂的炸開就是說 你要怎麼樣去呈現 這個炸開的效果 如果你假設不加的話 你不能夠不給 一定要給 isboard 的參數 就是兩個的話呢 左邊右邊 假設你有兩個數字 你就要兩個 兩個值給它 那如果00的話 我印象中應該是合在一起 如果你要讓它分開一點點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後面這個加上0.5好了 0.5會太多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它炸開 它太開了吧 OK 這感覺有點像小精靈的感覺 OK 然後呢 所以我大概加在0.05左右 就大家剛剛看到的 那把這個詞怎麼樣 丟到這邊來 所以 如果你要畫一個圓餅圖的話 至少第一個 一定要是什麼 1它的size 2它的explore 3的話是label 4的話就cover 這4個參數要給 然後最後的話 一樣畫出圖力 並且把它秀出來 這樣的話呢 我們這個圖就 畫出我們要的結果 不過這個 這個位置好像有點不太OK 也許你們可以查一下 這個Legend 的位置 看看有沒有把它放在這裡 其實好像是有個參數可以加一下 它位置就可以變更了 請各位試一下這個圓餅圖部分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另外的話 也試試看 如果我今天呢 要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零用金是中文的問題 那它怎麼樣 可以把那個什麼 自行變更 OK 那步驟我又把它寫到比較下面 這個步驟有點 繁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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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